指挥到底是干什么 它不是打拍子的 它是很辛苦的 它是需要在排练之前 做大量的工作 按动工作 要看谱 读谱 还有背谱 要跟一百多人去交流 然后要去指出他们的问题 短视频都是推流行音乐 或者是这种快展很多的这样的 所以有一天我就突然想 我说古典音乐我试试看能不能推 我就把我的排练 自己尝试着拍一点这个短视频 很多人看了以后 哇 指挥原来是干这个的 不是打拍子的 大家都很喜欢我们这种声音 中国的民族馆音乐台 就是我们的母语 用母语来说母语的故事 一定是非常契合的 中国的好故事特别多 怎么样想能够让别人听得懂 我就想通过音乐 我们也创造了 钢琴鞋作曲《勤动山河》 我就把这个作品就带到了 维也纳 奥地利的几个城市 我觉得尤其年轻一代的作曲家 这么好的一个时代 更加的应该多歌颂 我们祖国的大江大山大河